《作曲》 真的是歌舞劇 聽歌時初初覺得很廣唱 一直廣唱 很擔心這樣可否看 按這部吧 很有趣的就是 當我學了兩堂後 我回家一路練習 就發覺歌曲越唱越好聽 由當初我想說歌曲不行 我覺得不行 到後來我再想告訴他 很好聽 香港的演員是全才 他們由電視台一路出來 什麼都要做 喜劇要做 悲劇要做 基本上是八指櫃 用時間又練一下 其實是很快熟熟的 所以絕對沒有問題 我相信 其實我未曾跟他拍《不打自己人》的時候 我都點名他 是的 我說我要跟這個男生合作 因為我覺得他在戲劇方面 他可以的 所以《不打自己人》的時候 我都很開心能夠跟阿祖南合作 可能他喜歡這個舞台劇 已經超過十年了 他很熟悉整件事 我完全不記得他是新導演 因為第一次 哇大哥 沒有謝 這次其實 我埋葬的第一天 其實緊張是一樣 因為說真的 沒有謝埋葬 他覺得作品是第一 要求的質素是第一 所以是緊張的 其實這個戲好像 很多讀行戀愛課一樣 其實就是那些問題 但是 我記得他講了一句 你要結賭分還是結好分 有很多人為了結賭就算了 我要加得到還是嫁得好 但是那個嫁得好 你開初的時候 當然是覺得自己嫁得好 或者結得好 到實質的時候 到生活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兩件事 都是不規則的石頭 大家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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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已經是很知道 他是怎樣的 不是知道了之後 覺得他的東西全部 全部成功 或者是我要改變 改變不了的 他改變不了我 我也改變不了他的 不過我接受他是這樣 但我接受得來 是否全部都順眼了 一定不是 全部都仍然是硬眼的 不過硬眼得來 我知道他是這樣的了 去接納 接納他 是他 要有很多愛在背後 因為我們一起 經歷了很多事情 生活裡面 經歷了很多事情 經歷裡面 已經是足夠 那份情 包容所有的事情 都要是要吃的 沒有理由 各個地方 都要吃到 有很多東西 都要吃到 有些人 都要吃到 那裡 也會 多會 看到 我們 有些人 有些人 我們 在一起 感谢观看